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台股直播室成功每一次 非常感谢所有朋友 周一到周五每天收看 我们这个节目单元 面对台北股市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第一个 目前加权指数上涨50点 它最主要就在于 虽然昨天的不管是道琼 或纳斯达克开高走低 中场都以最低点做收 台股今天表现不错 目前加权指数上涨49点 今天可不可以做空 今天做空必须有两个条件 这两个条件达成就可以空 否则你不要急 哪两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你要看日经指数 日经指数就有一个叫 20546好不好 来 看一次 我们先看日经 这是今天主要就看这个 好不好 你看台股倒是不是那么重要 国具那就要浪费时间 今天主要看日经 今天看日经对 日经指数早上开盘 因为他找我们一个总统 在20465对不对 然后他一定要来到20546 哇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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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46 好 所以现在要看 也就是说接下来这里 到我们今天台股收盘 你要看日经是否能够 占守住20546 也就是说昨天开盘 到现在日经涨了134点 硬是来到20546 那关键在546 就是说日经指数如果占在546 你障时不要去扛台北高枢 你会受伤 除非就是你看到Bio衰 拉到正午时 那才可以动手 第一个 那为什么是看日经 我用 我觉得我也不能说用猜的 我觉得我是合理评估 全市场今天我们在观察什么 大家会预期 我蔡总统今天520 那么两岸的谈话 第一个是很平和平稳的这一种 对不对 一种可能有一点点的对立 还有一种非常地融洽 大致上不外乎ABC三个选项 那为什么要看日经 当然看日经不然看Nest Day 当然今天是看日本 今天之后就不用看了 日经也只看这么一天 唯一日经指数比较 对台股影响性比较重要 就是今天一天 为什么 因为我感觉到 蔡总统的一些 这一次520的谈话 应该跟我们的好朋友 会个分享吧 就是正式谈话之前 所以我觉得就看一下日经吧 日经如果今天是可以守住2 0 5 4 6 那么代表你不要过度的认为说台股 美国故事长路 我们去我们给它办康 不能这么想 任何的操作不管多跟空 你要依照数据来 你才能保持你的绩效 不是用拆的 用拼的 那拼错了怎么办 你都不想说拼错了 尤其是一个从业人员 你能用拼的吗 怎么拼 所以整体上我的看法呢 第一个 今天主要面对台北股市 你先看日经指数 那只看了多少 就这里啊 2055对不对 10点嘛 205 4 6 不会错 你听我的 不会怎么有可能错 为什么是5 4 6 饭可以秦菜家 我会不会等会不会讲啊 就一定是205 4 6 不会多一点也不会少一点 如果他守不住5 4 6 像5 4 6 我靠就是这里 我怎么可能错 守不住那你就要小心好不好 守不住就想 理论上应该守得住 不然日经可以这么凶 这样5 4 8嘛 应该OK啦 我觉得他今天应该守得住5 4 6 好 回顧头来 我们面对进入主题好不好 来 第一个 今天过后面对台北股市 那你要很谨慎 要很谨慎 那会员部分你不要理会他 我说一番 各位亲爱的会员 很多会员已经使用PSY超过两年了 对不对 从你开始用到现在超过两年了 你去回顾这两年以来 我们看全球金融市场有多少的利多跟利空 它一直都存在 从这两年来两年五个月没有任何改变 我们如何在这两年五个月获取最大绩效 我维持90%成功率不就好了 所以你就照着会员 我等一下就不再讲了 亲爱的会员我拜托你就照着PSY做 纵使今天台北股市起300点好吗 要记得B你就把它扛 你知道吗 你不要理他 这样OK吗 但是你要等B哦 你要再B空 假设这里是忽然51 52对不对 不要理他 再回来50就空就这样 好 这个比较单纯 回顾团来 那我们今天来谈一个 你每天晚上操作道琼指数 每天你自己用眼睛看 然后不用猜的好不好 也不要算 要算有点复杂 我如果说我跟你讲 我们用形态结构去算 我会帮你算的 那不用 我们用更简单的叫同时指标 你每天大概赢他600点 每天 他说哪有可能的词 我再讲100次不听的 我尽量 但是来 各位亲爱的朋友 来 把你的手拿出来 拿起 这个是不是叫Telegram 对不对 好来 你把它点下去 我昨天特别示范 带你做了一个晚上 长安 几安 很拉近 好来 这是今天早上 8点48分 没问题吧 Telegram我是跟你讲 今天台股的关键日经指数 会员我是告诉你 今天台股关键日经指数 20546 对不对 因为我不会错 一定是546 你等着看 好来 我们来看你如何昨天 我是及时的 你也帮帮忙 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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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时间 这是昨天晚上 10点 再往前 好来 这是几点 13.07 好 13.07 一张 这是道琼电子盘 对不对 好来 第一个一开盘 电子盘 我们从电子盘讲到道琼 所有的Telegram的朋友 你把你的手机点出来 你一个晚上 你最少赢他600到1000 每天 你还赢不了 我就没办法了 来 看着他 这叫道琼电子盘 对不对 我及时传给你了 他及时报价是不是在这里 这里还没有交易 我传给他 这里是不是153 哇 开高空 往上冲 不要理他 因为这个交易量太低 他只有153 那个就好像一档股票 成交量三张 你管他要干什么 所以你要等 你要等交易量 交易量最少 如果以道琼电子盘的话 最少要1.7 后面有一个K K是三个零 他只有153 所以你就等 好 我是不客气 现在道琼电子盘24547 即时的是在昨天的中道1.08分 我们继续看 好来 道琼电子盘现在24676 是不是冲到676来了 是不是最大交易量来了 这里多少是不是1.74K 好 有了 因为你找刚刚在这边 交易量太低 不要理他 好 你要洗掉 你要快看 这五三一 五四六 我跟你说了 来 五四六以上代表 蔡总统讲话会 两岸的议题会很融洽 会有崭新的期待 你知道没有 我的感觉是这样 五四六以下就是平稳 万一跌就正了 万一日经跌就完蛋了 就这样子 你今天就看日经 你就听吧 做笔记 来 你们看这里 这是昨天是不是道琼电子盘 好 来了 24735 报1.74K的交易量 最大交易量报出来了 再见了 再见了 你会把它扛 这样会怎么办 就空 这里做多不是个呆子吗 它没有量你不要空 好 报最大量就是说 它绝对不能跌落24735 它跌落24735你就空它 这里多少 是不是24676在这里 那你还不空你什么时候才空 即时道琼电子盘 一波昨天下午3点34分 量价24735 量达到1.74空 好 来 单笔有效交易量 如果是道琼电子盘 它一定要达到1.7K 大于1.7K准度越高 但最起码minimum要到1.7 再来 1.7K 看 你是不是在这边空 这里到这里 这样赢了400点 这样还赢不了 爆量 有没有爆量 有 爆在哪里 24373 所以来到24373这附近 你是不是应该将近赢最少300 300点 你才平了 往下再看 它主要区间 昨天是不是在24735到24373 你的获利366点 再来 我们讲昨天晚上 来 请看 昨晚 昨天晚上的台湾时间晚上10点 早晨10点 美股是不是开盘了 对不对 开盘大涨 它是开高走高收最低 来我们看道琼 好 道琼呢 昨天晚上10点 这就24406 很重要 来 你一个一个看 今晚道琼多方 它可以跌 可是它绝对不能跌破24406 它跌破24406 你就要小心了 你就一定要空它 灾美 好 我们往下继续看 好 纳斯达克也是一样 纳斯达克在9290 昨天台湾时间的晚上11点 9290 它在报价9297 破了9290 你就把它扛 你就空它 没有破不能空 所以日股也是一样 2056 继续看 然后你就看吧 你就照着PSY之后 所以我们持续 来 步入主题 来 各位请看 昨晚的美股 总共四大商品 就看两个就好了 好不好 一个叫SP500 道琼 Nestay Russell 2000 不用 看中间两个 一个叫道琼 道琼昨天下跌1.59 Nestay因为只有跌0.54 所以你对台股 就可以比较乐观 乐观它跌 对 不管涨跟跌 无论涨跟跌 我会建议你要听下去 假设道琼涨2% 纳斯达克涨1% 台湾高期隔天开拌 就是准备乐 这样听不懂 就准备跌 你还听不懂 纵使假设昨天 国际股市 道琼涨2个百分点 纳斯达克涨1个百分点 今天的台北股市就看跌 看开高走高收最低 这样听不懂 你听不懂我尽量 所以为什么台股今天表现 除了大家对520总统的讲话预期之外 最主要因为N大于低 在多头角度它跌得少 它如果跌得大于道琼 今天一等再见 再来我们看底下 为什么昨天晚上的美股 开高走高收最低 最简单 因为市场来DROP DROP 淡下去 DROP 对吧 DROP 淡下去 因为大家针对礼拜一 礼拜一莫德纳 大家想一想 我是不是失去理智了 对不对 大胸暴涨 所以大家针对这个疫苗 重新有了怀疑 重新有了怀疑 重新这个疫苗是有效的 在时间上面也不可能那么快 一个礼拜全世界就有了这个疫苗吧 没问题吧 所以就造成我们持续往下看 来我们先看莫德纳的股价 昨天 昨天不是从这里就一路跌到这里 要报价 不是回家 总要抬到这里 抬10%而已 没有多少 跌了71.6% 收在71.6% 对不对 你说那你已经事后看到 你不能事后 你要事前就知道 所以我们来看 来 昨天是从这里 跌到这里 可是你会在82块就卖出 你不会在昨天77块卖 你在82你跌的底线 就说好 莫德纳这家公司 出现这个利多暴涨30% 对不对 好那我就看 它最大交易量爆在82.18 那它不能破82.18 它破82.18 我就必须要减碼或者避开 也代表怎么样 它要跌了 然后它就从87块暴跌到71块 两天 加到加 为87盘前冲到87 杀到71 一张台16块 这叫莫德纳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金融市场 该小心 要小心 这是台股 台股要注意底线868 知道吗 台北高市今天的底线10868 加选指数号 我们往下继续看 来 跟你做个分享 它说 拉近 看这一块就好 它说 不是不能买股票 你如果要买股票 你最好要有长期投资的打算 也就是说 我最起码 我这个资金不是马上要用到的 那我持有at least at least 最少 我要会持有它涨你 有什么 来看底下 他说你不要看这只熊睡着了 他醒过来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呢 股票投资者也一样 第一个长投我们觉得OK 但是短线 你要有你的做法 好我们再看纳斯达克 各位Telegram的好朋友 包括会员 看一下昨天我们提的 纳斯达克叫9290 对不对 它的底线是9290 不能破9290 破了9290 它就会再见 它一定会再见 好 所以呢 这条线叫9290 那昨天说在9185 破了9290 你把它放空 大斯达克赶赶紧不一百点 这个叫做同时指标 好不好 我们继续看 那稍待 我们会针对台北股市 你该怎么做观察 两分钟后回现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080055-808 080055-808 立即撥打080055-808 PACEY188體驗 080055-808 080055-808 PACEY188體驗 080055-808 080055-808 紅燈衝啊 麻煩靠邊 有警察天酸 大盛啊 千萬五湯落跑啊 違規拒絕藍件逃逸 不僅危險 還要多吃一張最重三萬元的罰單 並且調扣駕照六個月內 瞎鬼 會這麼大 萬一撞傷或撞死執法人員 更會被罪重處罰十五萬 並吊銷駕照喔 那要來好 我看還是乖乖配合好了 違規拒絕逃逸 重拔加扣照 致死傷 吊銷駕照 內政部研究署關心您 各位朋友我速度要快一點喔 加權指數一個叫10868 一個10923就這樣子 好我的看法 進入重點我趕快講完 聽不懂的你就上網加入Telegram 看我們的研究報告好不好 我會把圖表貼在今天研究報告 你要慢慢看 你慢慢看好不好 我也不回答你 因為我一直回答你永遠學不會 你要自己來 這裡叫9290對不對 我們進入重點事後不是事後 我們事後你要去驗證 如果在開盤前 我在納斯達克9290畫出一條頸線 沒有開盤前我就畫在9290了 OK嗎 我為什麼知道是9290 我是往前看 往前看它最大交易量 替台灣時間晚上11點 是爆在這裡 那是9290 所以他們就告訴你 即時報價在97 OK我還不能空 我什麼時候才能空呢 當它殺破90 我就一定空它 因為它掛點 這樣聽不懂 好來繼續看 好所以我們事後來看 這個不再講道琼也是一樣 你往前看 最大交易量剔除開抽盤 爆在24406 這個時候即時報價475 你覺得你不能在這邊空 你要等 結果開盤 昨天晚上開盤是往上衝 衝到台灣時間的晚上10點 爆出最大交易量 開盤後交易量遞減 爆一根上來這裡 在昨天晚上的台灣時間10點05分 爆在哪裡24569 然後你說我這裡來不及空 你不能空這裡嗎 這裡不是562 你把它放在我們而已 你把他拿走路你知道嗎 把他拿走路你知道嗎 把他拿走路你知道嗎 你有一次兩次三次四次的機會 讓你空569 然後他就殺到24206 然後他就殺到24206 這樣人後一筆 贏到沒有300點 你應該在這裡加空你知道嗎 你應該在這裡加空 你應該在這裡加空 這裡沒有加空這裡要空 因為他的多頭躲在378 守不住再空 你怎麼做 不要浪費時間了 台積電我沒時間說了 你自己用看了 這是昨天的台積電 台積電外資平均降幅大概是17個百分點 影響台北股市大約17個百分點的話 他佔台股百分之23 所以大約是大概6%吧 所以我們繼續看 這我不提 來 各位親愛的會員看著他 特別是新朋友會員 第一個我們這裡有一個PSY體驗對不對 所以看看看看 這個叫05對不對 05今天就會結束嘛 這個叫05加 因為這兩個一模一樣 對你現在看價格當然一樣啊 可是不一樣 加叫早盤加上夜盤 這個叫06叫道琼 這叫06加一樣 06就是只有早盤 加就是早盤加夜盤 這是台子06對不對 就現在開始 因為05今天會結束嘛 這06 這叫06加 你是電腦版的一律做05加 或者是06加 道琼06加 這樣知道嗎 那怎麼辦 你就把你的滑鼠 你的滑鼠知道嗎 你就把你的滑鼠 好 比方說05加對不對 我就點了 好 這裡是不是要寫10分 那怎麼做 哪有什麼怎麼做 這裡叫正五十 這裡叫負五十 這裡叫零 正五十在這裡 零在這裡 負五十在這裡 零在哪裡 在這裡 你就照著做 這樣知道嗎 再來 這是道琼一樣 你下午晚上 你下午晚上 就把電腦打開 這裡叫正五十 在哪裡 是不是在這個點 這裡叫正五十 不是在這裡最高點嗎 這裡叫負五十 不是在昨天的最低點嗎 你把有歷史以來 兩個最高點跟一個最低點 你這裡兩個最高點一個最低點 你還做不了 我是要怎麼說下去 這是道琼對不對 再來 這是零六 我不分析 你電腦版的你就做 你又做不了 這裡叫正五十 什麼在這裡 現在是不是在這裡 現在啦 你就等嘛 你就幫他加油 幫他加油 當然幫他加油 然後叫他不要掌嘛 你還聽不懂 快攻擊拜 各位親愛的會員 不管手機 手機或是電腦 記住喔 他在掌對不對 你就幫他加油加油加油 知道為什麼一定要衝過五十啊 他沒有衝過五十 我們沒辦法進場啊 沒辦法進場怎麼贏 對不對 所以你的蛋 他衝過五十 太好了 代表今天一定要空 那你就等喔 等他再側 這個五十就空 相對的喔 如果他再疊一樣 你也幫他加油 好 然後負五十 太好了 代表一定要進場 什麼時候進場 B 這樣對不對 照著做十筆 我們長期觀察喔 這兩年五個月 你的成功率 都有達到百分之九十 每個月喔 那你就算每一筆嘛 那各位就照著做好不好 那節目最後 還是跟所有的會員 包括會員喔 包括所有好朋友一樣 我們這裡有一個PSY的體驗 我講的是電腦版 歡迎各位 如果對我們的系統 想進一步了解的找家業 可以詢問我們服務人員 感謝你 謝謝 拜拜 謝謝 運通財經台的頻道 隨時隨地和您網路在一起 這是台灣最高的預商 這是台灣最高的指標PSY 全盛大師億一百 股票期貨億百兆 現在就來加進不負責投資 讓您贏了個高次的地點 立即報答 0800-555-808